這雙聖久以前買的New Balance的GOTEX的鞋款 是... 610 V5 這一雙算還蠻好穿的 但是...反水功能已經沒有了 這次大雨啊 讓我整個鞋子都撕掉了 所以就...索性買了一雙新的 哇...竟然完全沒保護我 那麼帥 想說至少要保護一下吧 登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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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OK...New Balance 這個是...編號是... N-A-R-I-S-G-B4 21寬炫 這個其實亞洲人很適合 那它定位是慢跑鞋 老規矩 我們鞋墊第一時間就是先拿出來 因為這種... 新鞋這種鞋墊都是很鳥的那種爛鞋墊 直接丟掉 我們直接換RCP-150 通常我都會買新鞋 買New Balance新鞋的話 我都會換上這個... New Balance的RCP-150的鞋墊 穿起來會比較...爽 那主要是我想要把它當作雨天的雨鞋 所以...它有GOTEX反水啊 反水一波啊 有沒有看到上面的那個水珠都...滑落 裡面目前還是乾的 OK...就算雨量那麼大也不怕 OK...那整體穿起來是不錯的 尤其是它又是21寬炫 它的底大概是這個樣子 我覺得它定位應該不是跑鞋 應該算是比較偏... 剪走鞋 剪走鞋的概念吧 不然我改天來穿來跑跑看 測試它慢跑的狀況好了 那接下來我會考慮再入手一雙... 這雙...黃金大吉加GOTEX 好啦...以上就是我開箱這雙... GOTEX的New Balance這雙鞋子的... 開箱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 麻煩幫我按個讚 然後... 未來還會有更多New Balance的鞋款開箱 請關注啊